Hello 大家好 好 我们9周年第2弹的爽大奖 Bisto Gohan 跟加码1号 & 2号 带来的那个惊喜度是非常大 所以在第1天的时候 就非常顺利的 冲上了这个销售榜第1位 没办法 等了 这么久的Bisto Gohan 再加上这么强的力度 引导大家来客金 确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啦 然后之前就跟大家说 原本以为会蛮简单的在iOS端这边 结果想象中的那个monster strike 就是怪物弹竹 碾压着我们爆裂机站这边的那个客金量的那个事情 其实并没有出现到 而在这两天应该说16号跟17号这两天的客金量来讲的话 爆裂机站 依旧是稳稳的压了过去 这是我完全没意想到的 因为monster strike在日本那边当地啦 他算是国民游戏啦 然后他的那个每个月的客金量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这一次啦 他又是在跟那个 最近刚刚上映的 Gamdan Seed at Freedom 然后做了联动嘛那个剧场版 哇那个真的是超大人气 然后反正讲也非常好 客金量其实也是很棒 只不过就暂时来看的话 这两天啦就16-17号来说 目前就会比较低一点 略低一些些 可是来到今天18号的时候啦 就已经差距开始缩短了啦 他们的客金量可能得要晚一点 那个差距会不会放大不确定 然后在昨天晚上 差不多2点的时候啦 我们Android端那一边啦 终于更新了他的那个 销售榜 因为16号 17号 两天 连续两天啦 他的那个前200名都是温风不动的 然后到昨天晚上 才刚刚跟踪 那么在昨晚差不多2点这样子 上下的时间点啦 我们爆裂基站在Android端那边 终于上到了第3名 终于上到了第3名 那么就让人有一种 好像 双平台第一有望的感觉啦 至少在当下的时候我睡之前 我觉得有有有有有希望的 结果 结果一早醒来过后啦 咖啡 暴裂基站被挤到第4名去了 然后 爬上去的就是monster strike啦 虽然说在整体的客金量来说 这两天啊 16 17号 没有暴裂基站那么高 但是 暴裂这边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 客金比例 的那个最大的问题啦 就是 iOS 跟Android端的那个比例不平衡 因为大部分全部都是走在iOS端啦 因为就看很大部分的人都在讲这的时候就 iOS端客金好像比较便宜 我不确定在日本上面的客金方面是比较便宜 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自己这一边 我也没办法去查 我手上也没有iOS的手机可以来尝试使用 所以我这边自己用Android端的 所以就价钱其实是比以前贵了蛮多的 因为以前的话 他是按照汇率的波动 然后来客 然后现在的话 他变成定值一下 比起汇率的那个价钱 按照汇率 可能 我只需要花个 3012块我就可以客到的东西 而现在 他需要39块9 马币这边 他才可以客得到 这个就是目前我Android端我自己所遇到的问题 我不确定其他国家是不是一样 所以可能就因为这个点来说 大部分的人都跑去了那个iOS端 因为可以按照汇率来走的话 确实是 可以便宜不少 尤其是for大客长来讲的话 在这样子的客金下面 他们所客下来的 按照这个比例所客下来 省下来的钱 换几架iPhone都可能 所以换过去iPhone 然后再来客金 我觉得可能性是相当的大啦 因为以前来说 我朋友有用的时候 Android端会比较便宜 可是那时候是有的按照汇率在走 可是后来的话 就变到Android端 比较贵去了 它的那个价钱被固定自己 这个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突然间就有了这个样子的变动 然后每一次要客的时候 我就很被送 贵 真的是贵 它的价钱 所以来到现在这样子的时间线 对于双平台 第一抱有一丝的期待 可是这个期待值讲说 只有一两个percent 我不觉得有太大的机会上得去啦 虽然说这两天 昨天17号晚上10点半左右 我截了图的话 大概是 4亿8千万 对比3亿5千万这样子的差距 可是 我没记错的话 怪物弹竹在iOS端跟Android端的比例 其实还蛮平衡的 所以这么差距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基本上就是很难可以越跨得过去啦 因为这边更新上来的数据应该就是16号的 那么 16号 被这个monster swipe挤上去过后 那么17号的数据 看情形应该也很难 因为16号的数据我记得大时候也是差了一点点罢了 甚至爆裂这边还没办法比上去那个漫画软件 所以大家也就是可以感受得到啦 这边的那个差异之所在 所以这一次双平台第一我们就稍微 盼一盼就好了 至于有没有的话就全部看运啦 还是阿松他们有去跟那个平台那边稍微串通一下 如果是有的话啦 因为第一弹赢那么多都没有上去我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啦 太夸张了 所以第二弹现在这样子的数据啦 我就导致就有一点 没有办法的感觉 虽然说就很期望啦 连年来都有一直维持着的那个 双平台第一都可以保持着在那个双 那个中年轻上面 第一弹已经做不到了 那么第二弹 出了这么人气角色 再加上强度 现在已经是算是人拳脚的 那个角色来讲的话 抽的比例应该也是会稍微拉大一些些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有没有机会上去就看这一波啦 这两天上面 没有的话就是没有了啦 也就不用想那么多 虽然说自己已经不抱任何太大的期待 所以 目前就是看会不会有惊喜所展现出来啦 暂时就是这个样子啦 那么这个阵子因为已经是到月中了嘛 大部分的薪水已经是用到差不多了 很多都是在月头的时候才会比较平民客 刚刚好出两日嘛 那么现在来到月中已经是 这个样子啦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这边就是等着第3弹的活动开上来 那个6周年的极限 这里到底会长得怎么个样子 然后以及就是后面的高难关 再看看怎么样子吧 那么这几天的话 就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 这个 Dairy Dairy龙石这边的话 倒是还不错 55颗龙石 5天内就可以 得到 对于想要短时间 获得大量龙石的朋友 是 可以稍微小刻一下下啦 OK啦这边就 就注意一下啦 希望啦 真的是有机会 达到这个双平台第一啦 虽然说我自己来看的 可能性是变低啦 没办法 Monster Stride真的是 太强啦 安卓比例 太低啦 这个真的是 硬伤 真的是硬伤 没太多 OK那么 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AMATANI 拜拜